意大利北部水利发电站发生爆炸 目前已经确定有至少三人死亡 三人受重伤 还有四人失踪 由于爆炸的厂房位于湖底下 至少70米深 而且爆炸后还塌陷 大大的增加了搜救难度 意大利北部苏维亚纳人工湖的水利发电站 星期二大约下午三点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位于湖底的发电站变压器起火 继而引发爆炸 画面显示爆炸现场浓烟弥漫 搜救队伍随即出动道场救援 不久后在现场找到三具遗体 还有四人下落不明 由于厂房位于湖底下至少70米深 搜救大军尝试进入却困难重重 消灭人员已经成功扑灭发电站的火势 搜救团队也在争取时间 深入发电站搜寻失踪者 事发地点附近的卡木尼亚诺镇 市长马西纳拉透露 事故还导致三人受重伤 已经送院治疗 他补充 初步怀疑是发电站的涡轮机故障 才会导致大爆炸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暂时没有说明真正的爆炸原因 只表示是发电站一台变压器起火 而引发爆炸 公司也在文告中补充 事发时发电站并没有运作 因此电力供应没有受影响 爆炸也没有破坏水坝 这场夺命爆炸事故 可能会加剧工会 对意大利工作场所安全的担忧 意大利两个最大的工会 已经计划在星期四 举行四小时的全国罢工抗议行动 小时的家庭 派特地有很伤双 富敌 所在合作的両其中一 必要解惧 于是如此 持双